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四岁 我知道这样的开场本来很无聊 但若我说我是个二十四岁的男护士 会显得我的人生比较特别吗 李先生 你在忙什么 对 特别忙乱 好像天上织女的织线全部都掉在我身上 缠绕打结成一团了 从我成为急诊室护士的第一天起 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发血是你回家的功课 不是上班的工作 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找你找得有多急 你这样消失很浪漫吗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 我走到了你就要跟到呢 听懂没有 听懂了 干啥呢 很痛 很痛 我知道 甚至是都会这样啊 等到姐的第一发会功效了 她就会发出事了 好 我等一下再过来 不要以为这一秒人很少 下一秒会涌进多少病患 只有上帝知道 阿嬷 你好像呼吸不太顺是不是 没关系 我跟你说 我帮你把床位伸上来一下 那你就会卡住了 真的要有时间 赶快抓紧机会 把这些药品名称 药项副作用 都要记记 已经是个护理师了 拜托你不要再像个护身一样 好不好 主持人 怎么会好吗 好像还没有呢 蔡嬌 加油 李先生 你看啊 你看啊 连个病人都要叫你加油 你再不好好学习 等你露鲁姐回来就 在急诊室里 带我这只菜鸟的直属学姐有两个 其中之一的猪妈 永远像喜马拉雅山一样 令人敬而生畏 鲁鲁姐 急诊室副护理长 另一个带我的学姐 目前正在出国度假中 甜美可爱的名字 奇人雀 这又是之后才要告诉你们的噩梦了 南丁格尔 近代护理之母 人称提灯天使 但真的成为护理师之后 我才忽然醒悟 我们不是萤火虫 不是天生 就会字体发亮 手上的那盏灯 很重 我要引瞎子 心不认识得到 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在他们面前 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变为平静 主啊 我现在也好需要一个提灯天使 来帮我指引方向 我是不是一开始 就走错路了呢 那个时候 每天支撑我进入这个空间的 我唯一能做到的事 也只剩向天呐喊 亲爱的阿爸父 求你赐给我 从你而来的智慧 勇气 及体力 让我能够度过今天的困难 及挑战 奉耶稣名求 阿妹 我到检验室了 你在干嘛 你在哪 求你赐给我勇气 及智慧 让我能够面对今天的挑战 及困难 奉耶稣名求 阿妹 李先生 十八号病床病人的血压 是你量的吧 血压一百二十九 会有这样的血压吗 可能是我少写一个零 李先生你到底在干什么 到现在医押摆放的位置也记不得 器械也不会使用 连一个最简单的记录你都不会记 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啊 过来 我还没说完 哦 我现在只让你照顾三床的病人 你就搞成这样 将来你要自己独立照顾十三床的病人 我看你怎么办 这里是急诊室不是实验室 你自己要搞清楚 叔妈说的没错哦 就是因为不能从来说要对你严格 从小养成养好的习惯 长大就没有问题了 加油哦 听到没有 加油哦 怎么可能 我女儿这么怪怎么可能怀孕 再说肚子痛就跟怀孕有关系吗 你们是怎么判断的啊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这位太太 我的意思是 就是你女儿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 你这个人怎么搞的啊 你问月经来没来 跟怀孕我女儿怀孕不是同一件事吗 不是啦是因为 呃是因为我们要做 你要做X光的一些所以 这位太太不好意思 因为等一下的医生可能会使用到X光或超音波 所以我们在第一关的护理人员都必须问这个问题 那就早一点讲嘛 对哦 干嘛这样支支吾吾的 弄得我们病人很紧张耶 不好意思哦 妹妹 你最近是生理期什么时候 5号 5号 对还有哦 我们下次可不可以请护士来问女生这种问题 你们每天工作觉得理所当然 可是我们病人还是会很尴尬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下次我们会注意 来 妹妹手给我 你们在那边稍坐一下 轮到你们的时候 医生会叫我名字 医生 血啊 血 是 你哪里出解你怎么来啊 不是我啦 不是我啦 是我嘛 刚才忽然肚子痛有点出血 医生 拜托 一定要救救我小孩 好 好 你们不要紧张 我们医院一定会尽全力 医生马上就会来了 大五 你别吵啊 你们刚才说医生马上就来 你不是吗 我 我是护士 他病人状况如何 他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一小时之前 腹部开始有点收缩疼痛 有凸血的现象 好 那我来检查看看 太太 我们先帮你把裙子拉到腰部的位置 太太 太太 我们先帮你把裙子拉到腰部的位置 好 学姐 谢谢 还好有你来带我 哇 就要一个人走这条路了 还蛮暗的 有时候走在这种安静的夜路 就会想起 自己在急诊室菜鸟的时候 菜鸟的时候 对啊 就每天工作压力很大啊 做错事情 其实自己好像没有会跟少一条筋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每次我当班的时候 就一大个人生病啊 然后每天下班都哭得回家 学姐 你哭着回家 嗯 急诊室里的学姐 十个有九个一开始都是哭得回家 所以猪妈跟露露姐 她们也是这样 她们一开始到急诊室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顺利啦 可是我觉得我 不管再过多久 也没有办法追上 她们的专业程度 哎呦 你不要这样想啦 虽然我当年也是这样想的 那 那 那学姐妳 是怎么撑过来的啊 嗯 不知道耶 嗯 就今天来了一个病人 然后明天我去看看他 我给他的治疗 可不可以出院 然后又来了一个病人 然后后天我再去看看 然后就这样 咻 时间就过啦 然后 然后就成长啦 所以是出于 医护人员的责任感吧 大品学长说 我们的工作 是留给有福报的人做的 嗯 我没有像他那么骄傲耶 我只是觉得 人在他最脆弱的时候 把他的生命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托付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保持自己的专业 让他们安心 走吧 学长 你应该早就回家了 怎么还在这儿 因为我人缘好啊 准备下班的时候啊 就来了几个病人 我就是忙忙忙忙忙到半夜 最后干脆就睡在这里了 辛苦了 走吧 去哪儿 刚刚外面那么多救护车经过 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就陪你接着剩下几只小猫 怎么跟应付得来 听说我们也好吗 听说我们也好吗 看一看去 而且麻烦大家穿好 就各就各位了 好 陆姐 你刚刚什么事啊 为什么始动大厦伤祸 只要去发生严重的延缓车祸 来 去中商区 好 陆姐 听说我中大车祸 还好我还在院区 陆姐 你要回家睡觉 晚点再去 床不会跑掉 辛苦了 你去中商区 车商区 在那边 陆姐 我可以帮忙什么 谢谢不用了 你还是当你原来的班 照顾原来的急诊室病患 好 大米 一一九药龙四季开车行驻救护 你到院前救护的经验比较丰富 你跟救通车去 好 邱医师 陆露姐 学长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那还用说 当然要啊 你跟我去啊 我们跟全国应用体评理剂 有你的高手师徒 太好了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跟燕范 没想到你们两个都还在院里 走 另外进来喽 广东 广东 时机九一 现在出发 时机九一 广东 收到 收到 走 车 学长 我忽然发现了 这好像是急诊室 第一次需要我了 那你之前照顾的病人 我算需要你了 那一天 我整整工作超过了十六个小时 但是 能用消耗的体力 换回即将逝去的生命 世界上 还有什么工作 比这更值得 下次 如果我再遇到 那个替代艺男的学弟 我一定要告诉他 这个答案 这就是当护士 最好的地方 诶 李恩范 诶 你真的很不客气 我虽然说你随时 就可以找我吐苦水 可是你真的把我当 二十四个小时 生命线 不够意思 可是如果我现在不说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 一定会失眠 失眠 你看我穿那么邋遢 你才更会失眠吧 不会啦 喝一杯 走吧 好啦 说吧 要从很久以前开始吗 不用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从大学的时候就可以了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们去医院实习 超忙的 又要应付功课 然后又要应付病人 对 你最可怜了 我记得那时候 你在儿科学习的时候 你被小朋友当马棋耶 你也差不多啊 你在精神科实习 陪失智的老阿公下棋嘛 嗯 那阿公每次都忘记轮到谁 都骂你偷吃步啊 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定要转行 毕业后我一定要转行 傻瓜才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了 欸 你们是不是都以为 我是因为念护理 然后又没有其他专场 我才来当护士的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关键点 应该是在于 《南丁格尔》这本书吧 《南丁格尔》 嗯 快退伍的时候 有一天 我到图书馆 然后又看到这本书 里面有一句话 墓里是门科学 也是门艺术 更是服侍上帝最好的道路 所以是这句话影响了你 以前人家不是说 上帝因为没有办法照顾 祂所有的子民 所以创造了母亲 但我今天想到这句话 忽然觉得 如果把全世界 都当作是个家好了 那护士 应该就是那个母亲了吧 所以你才下定决心当护士 今天我忽然想到 当时看到这句话 心里的感动 上帝选择了我 而不是别人 给我这个机会 要我帮祂照顾祂的子民 虽然这条路很困难 但这一定是上帝给我的试炼 所以 我一定要坚强的面对这一切 来证明上帝的选择 是正确的 我听到了 我相信 你的上帝一定也听到了 明镜与点栏目